好,接下來題目希望我們用第二種做法 畫VT圖的方式 好,那我們來畫畫看 剛剛這種做法是 第一種做法,第二種做法是 畫VT圖 好,那麼 一開始呢,它的速度應該是 32 所以我們先畫一下 卡車的速度好了 卡車的速度一直都是定值 都是20 但是我們的 小轎車是從32開始減速的 然後減速到多少呢?減速到 我們剛剛有算出來的 那個條件 就是20 減速到20 所以 減速到 這兩條線的交叉點 減速相同的時候 那這兩條線的交叉點對下來呢 時間就是4秒 這個 你可以用運動公司得到 或者呢,你可以從它的斜率 也就是加速度 加速度應該要是-3,對不對 那 -3要多少 才會 多少秒 才會讓32變成 20 那就是經過4秒 因為-3乘以4 就是 12 -12 所以 32減掉 12 就會是20 所以底下是4秒 那 VT圖的話呢 我們就會從面積來看 這塊 面積 就是B車的位移 A車的位移 則是 這一整塊T形 那根據前面的關係是 珠加上 DXB 要大於 DXA 它的臨界值 是發生在 等於 等號成立的時候 然後 所以 我們 知道DXA就是這個紫色的 而我們的 DXB就是這個藍色的 那他們兩個相減 其實就是我們要的答案株 結果這兩個相減其實是什麼呢 從圖上你可以辨別的出來 其實 就是 就是 就是這一塊面積 就是這塊 有點太 好就是這塊 好這塊 用銀光筆畫 這塊其實就是珠了 好所以 我們就直接算這個珠的面積就可以了 然後 那它的底呢就會是4秒鐘 它的高呢就會是 12 速度變化是12 所以 珠就會等於 48除以2 24 所以同樣得到了24 1 2 3 4 4 4 5 6 6 7 6 6 7